学会无相无我 修成清净无染 接下来师父给大家讲 虚空界中一切都是没有的 虚空界也可以说是虚空世界 人间的一切都是虚空的 讲来讲去就是这几句话 都是空的 虚空就是虚无缥缈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今天想一个事情 想了半天 想完了不就没了 你们很喜欢做一件事情 做了半天 单到了一定的时间 事情不就没了 这不是虚空是什么 所以虚空界中一切都是没有的 是清净无染的虚空 我们要学习清净无染的虚空 清净无染的虚空是什么 就是你这个虚空都是清净的 是没有染上灰尘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今天想清净了 因为我的烦恼太多了 突然之间不想参加某些活动了 在家里不就清净了吗 就像我的有些徒弟一样 哎呀 我的事情太多了 我想清净一段时间了 你这个心清净都不是好的 你这是油染清净 因为你有这么多的烦恼 你想暂时让自己的心清净 所以你这个还是油染啊 无染清净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都没有想法了 我愿意干净 一个人坐在家里很开心 脑子什么都不想 这个叫无染清净 因为我有这么多的烦恼 我想躲避 所以我才清净 那还是不清净啊 反过来讲 你能清净下来吗 很多父母吵架 老爸一想 管他呢 我出去喝酒 找朋友聊天 你去看看 他喝酒的时候 脑子里想不想家里的事 你去看看 他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聊不聊家里的事情 清净得下来吗 这种事油染呀 放不下 忘不掉啊 这就叫 剪不断 理还乱 人间的烦恼 不是说 你能放下就放下的 人间的烦恼 是纠集在你的心中 让你有染 让你染上了之后擦不掉 就像很多夫妻吵架的时候 每次吵时都说 我不要他了 我情愿一个人 但是 你能做到吗 一会儿电话就过去了 所以老实一点吧 师父这句话 是非常有哲理的 老实一点 是什么意思 就是随缘 不要去跟自己的命斗 不要去跟自己的缘分斗 你就老实念经 老实修心 老实随缘 你才能老实得到果报 明白了吗 不要跟自己的命 不要跟自己的命来斗 比如 经常抽烟的人 你让他不要抽烟了 然后 你看一个小卖部 让他去卖香烟 你看看 他能克制得住吗 老实一点吧 不要到香烟店去了 你只要到香烟店 一闻到烟味 你就想抽 所以最聪明的人 是碰到这些事情 赶快避开 我在钱这方面 最过不去的 我就不碰钱 我在女人这方面 最过不去的 我就不碰女人 我在嫉妒方面 最过不去的 我就不去嫉妒人家 把边上的一切杂草 全部清理干净 那么你才能干净 清净无染的虚空 叫做无我像 无我像就是 我没了 你今天爱讲谁 就讲谁 你讲不到我了 因为我没了 无人像是什么 我不是这个人了 过去 我这个人 是很容易发脾气 很容易肮脏 很容易骂人的 很容易嫉妒人家的 现在 无人像了 这个过去的我 找不着了 我现在很干净了 所以 你骂我过去 我也没有不开心的 因为我现在 已经不是 过去的那个人了 而你们现在 还把自己 当成过去的 没有修心之前的人 还在生气 还在难过 对不对 另外 师父告诉大家 无像之空 可以皆知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没有像了 我不知道 我不执着了 我已经没有感觉到 我这个人 是有什么追求的 无像 就可以皆知 什么叫皆知 就像花木一样 可以结枝 你们听得懂吗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树枝是好的 但是 上面开不出花来了 枯萎了 很多人就学会 把这个枝剪掉 把另外的枝 接上去 这叫 移花接枝 什么叫接枝 就是借用人家的智慧 来长我的身体 在八卦算命当中 一个人的命运 是可以算出来的 也是很对的 但是 结了婚之后 两个人的命运 就开始转变了 这叫 合八字 如果这个老婆的命运 好的话 这个老公 就越来越旺 如果这个老婆的命运 不好的话 这个老公 就越来越倒霉 他就不按照 年轻时 算命算出的 那种运程走了 听得懂吗 一个女人 算出来的命再好 一个男人 算出来的命再好 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结了婚之后 两个人的命运 全改变了 实际上 就叫接枝 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 我们可能 是一个坏人 这个树枝都哭了 我们学佛之后 我们接上了 菩萨的杨柳枝 我们越长越茂盛 但是 人不懂得这些佛理 以为接枝 可以借用人家的命运 所以就出来了 一些怪现象 师父讲给你们听 是什么怪现象 在中世纪的时候 他们为了打仗 为了强壮 他们觉得 有种动物最强壮 你们知道 哪种动物最强壮 虽然人也是动物 但是 他们认为 狮子 是最强壮无比的 所以就拿人和狮子 配在一起 出来的 人不像人 动物不像动物 在埃及 就有人面失身相 这都是 人间的一些思维上 错误的意识 造成的这些事情 但并不能代表 你精神上的皆知 而学佛的人 他有精神上的皆知 如果你接到了 菩萨的智慧 那你就不是 人间的普通人 而是一个圣人 这样的人 佛光才能普照 因为你无像 因为你没有自己了 因为你感觉自己空了 所以 你才会和另外一种东西 结合在一起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智慧 因为你人心空了 你才会产生智慧 你的心不空 你永远得不到智慧 听得懂吗 所以无像就是 方便法 与智慧所产生的 无像之空 你们能听懂吗 无像实际上 就是最方便的法门 是什么法门呢 我交给你们好吗 人家骂你了 你认为 他又没骂我 人家嫉妒你了 笑笑 做自己的人 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像 无像 就像一个人的影子一样 有些人很傻 晚上一个人走路 老感觉有人跟着 实际上 是自己影子 还拿枪去打他 他是无像的 你是打不着的 就像语言一样 他是一种无像 讲人家一句好话 人家高兴了半天 人家给你 又吃又喝的 讲人家一句坏话 人家马上就不开心 马上就要骂你 马上就称恨你 你说这个 不就叫着像吗 而师父教你们的 是要无像 把我自己抛开 没有像 没有我 即无我像 无人像 师父告诉大家 智慧 加上自己的空 就产生了 无像之空 就是没有这个像了 空了 那就是产生智慧的空 智慧的空 那是真正的聪明 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什么事情都能得到圆满 所以观想要细 观想要细 是什么意思 师父教你们 观想观世音菩萨要细 比方说 观想观世音菩萨 有些人一看观世音菩萨像 哇 观世音菩萨就是站在那里的 就看不细 你要细观观世音菩萨 整个的音容笑貌 拿的那个杨柳枝啊 站的那个姿势 你观想得越细 越能进入你的脑海 听得懂吗 就像你们喜欢一个人一样 拿张照片 左看右看 生怕把一点一滴给忘记 如果你们这样观想菩萨的话 菩萨才会到你们的身上 因为你在观想的时候 又加上念观世音菩萨的经 那菩萨不就上你的身了吗 看看周太太 台长弟子 这个眼睛闭得紧的时候 实际上 他就是一种观想 他这种意念的观想很厉害的 他可以把观世音菩萨的像 进入他的眼中 进入他的心中 所以他能看到菩萨 你们没有看见他是怎么观想的 你们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观想的 师父讲的都是真的 所以要看仔细 要把菩萨印到自己的心里 然后一念大悲咒 一念心经 菩萨就能显现 但是如果你们心中 有很多肮脏的东西 我看你们最好还是不要做观想 你就是把眉头皱死了 菩萨都不一定到你们身上来 一定要干净 要仔细地观 要清楚地看 看着观世音菩萨 要清清楚楚 要内明外足 什么叫内明外足 我们做人也好 学佛也好 要内明 要外足 就是内明白 心里什么都明白 叫内明 外足是外面要具足 学佛对外表 要具足他的佛性 也就是说 看见人要谦卑 看见人要合掌 嘴巴里要让人家感觉到 你是菩萨 你是救度众生的 这叫外足 就是外环境 要具足因缘 而内明 是心里要明明白白 什么都干干净净 什么都清清楚楚 单单表面上学佛 学得很好 样子像真的一样 如果内不明 他嘴巴里学佛 样子像 但是 他讲出来的话 都是背道而驰的 他会拿佛法 断章取义 要修道 不生不灭 断烦恼 我们要内修 外修 内明外足 就是说 心里不单明白 而且对外 具足所有的佛性 内心中明白 要修道 不生不死 断烦恼 就是说 你修里面 你要不怕生 不怕死 我来到这世上了 我就不怕死 我就好好修 修断烦恼 讲出的话 都是有智慧的 心里什么都明白的人 他就会有内证 什么叫内证 就是他一边讲话 一边能证悟自己 比如 因为我很聪明 什么事情都明白 讲一句话出来 就能证实 我这句话是对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人家问你 你家有钱没钱 你告诉人家 我还过得去 钱不多 但是够用了 因为你讲了 实实在在的话 你就内证了 就是证明了 然后 你马上会想 我这句话 没有说错 我就是这样的情况 观世音菩萨 我没有说错话 我真的是这样的 是从心里面 证实了 自己这句话 是对的 说明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你没有撒谎 没有吹牛 实际上 由自己的心 就可以证实你的内涵 你所讲出的话 对不对 其实 你们心里 一直有一个东西 在证实你们 举个简单的例子 吹牛说谎的时候 人家问你 这个东西 你拿过了吗 我没拿过 其实已经拿了 但又拿了一个 当你拿到的时候 你心中在想 哎呦 我是不是在撒谎呀 我这样是不是犯罪呀 内证来了吧 证悟你是错的 证悟你是不对的 实际上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 像法官一样的人 判定你 判断你 证实你 当你有内证之后 你就得到果证 什么叫果证 就是果实 就是你明白了 师父继续给你们举 前面的例子 哇 我没有吹牛 我讲的话是对的 如果你刚才拿了 还要拿 那你心里 就会发慌了 我可能会被人家发现 如果人家一点数 知道我拿过了 那我这个人品德就不好了 会被人家讲了 实际上 得的是恶果证 另一个叫善果证 明白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